大家好,我是客家阿欢 今天带大家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客家服务馆 大家看到站在我们前面的有三个字 客家人 这是展馆的戏厅 我们先看一下左边的壁画 他讲了我们客家人的由来 由于中年的战乱 我们的先祖为了逃避战乱跟生存 然后买到了南方这边 在这里 生存发展 生根发芽 那这里还有很多 借我们客家特色的古名机 回龙屋 我们往前来到了第一个展顶部分 前沿 讲的是我们客家人的由来 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定局在哪里 然后我们从左边看起 原流篇 它就是讲述我们从哪里来的 从哪里来的 迁徙足迹 然后他这边收到了我们是 哦 客家名习 意义以汉名义 形成以干米业 发展成熟业业东美洲地区 他这边还展示了一些文物 这个是西晋时代的 青黄幼词 还有一系列的 这里说的就是 造势中研 我们都是从中研那边搬过来的 然后被译为 南迁汉人走入客家祖地 停跨石壁的大门 就是这个大门 他这里说的开机干米 安石之乱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慢慢迁徙 然后 这里说到客家的阻地是石壁 那下面是这个石壁平地 这里有一张很大的地图 就是讲到客家在国内 五四大迁徙的路线图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从北方慢慢迁徙 迁徙迁徙到了南方这边 在赫州 瑞金 梅州 张州等地 后来慢慢 迁徙到了香港 台湾 及海内外 你看从山头这边来到了 台湾高雄 跟台北等地方 迁徙海外 这里记录了海外客家地人 其实每次客家人的迁徙 都是为了生活以发展 他们到了海外 它也是在不断地 谋求发展 与生存 这里记录了一个比较有趣的东西 就是海外华人翻把刀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刀吗 剃刀 裁剪刀 还有一个菜刀 这里还展示了一些文物 就是 我们的前辈 在海外 使用了一些 劳动工具 农业 立本 我记得小时候 我们每家每户都有田 都可以自己种 然后这里展示了很多农具 满根里之是古代客家的 农民的一个特征 然后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 而且非常 我觉得非常厉害 体现了我们 客家先祖智慧的一个农具 客家水车 非常长 我给大家看一下 到底有多长 那前面的小孩子 大概有七八米那么长 伤心殿下 客家人做生意 也是很出名的 他们外出海外 这里展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文物 你看这是什么 护照 护照 印度尼西亚的护照 还有七流阵 这是商号纸张 商号纸张 还有民国三十年的旧国间 是不是国家的一种 旧国间 我们来到了下一个展厅 就是讲客家民居的 客家民居的历史很长久 而且形势也很多 我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首先在我们这边展出了一个比较大的模型 这是我们每周最常见的客家围龙屋 它是一个半围的形状 两大部分组成 后面的围龙屋 跟前面的池塘 非常的红 在这后面这个地方叫花台 我老家有一个 跟这个模型一模一样的围龙屋 我会在接下来的节目里 带大家去看一下 我小时候就住在这种围龙屋里面 一个信尸的人都住在一个围龙屋里 这是我们每周 地区最常见的 范围形状的围龙屋 当然围龙屋 又还有很多形状 比如说 在海外最有名的形状 是什么呢 盐形土楼 这是位于我们福建 的一个盐形土楼 也有我们 每周大谱的花鹅楼 这就是那个大鱼海棠 那么动画片的盐形 作者就是按照这个花鹅楼为盐形 去绘画了那个红尾的场景 大鱼海棠的主场景 除了圆形的土楼以后 也有方形 更有八卦形 它这里有相对应的模型 展示给大家看 这一个年级模型 除了我说的方形 盐形土楼 以外 我们这边还有五凤楼 它是最接近 传统北方建筑的一种 客家民进 这边你看 黑龙屋 心灵的复兴 王室永司堂 非常大 还有丙村的温公子 还有梅县玉水 竹岩堂 这里还有另外一种形 石就是四角楼 主要在和园地区 在广东和园地区 魏州 深圳本地也有 我们来看人家 它的模型